今天我又来深圳了 我们要拜访的是一位豪宅设计师 他们工作室立的就是 他们为1%的人设计家 但是他自己呢 却住在超过20年的老房子里 因为这套老房子的不规则 而买下了他 他认为不规则的房子 反而更能够发挥设计师的长处 当然了我后面才知道 原来他们家用了百万的名画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小心一点 提醒我不要乱摸人家东西 赔不起 走不了 还要打份工 哈喽 真的很不规则 比我想象中更加不规则 您是17年买了这个房子 我能知道多少钱一方吗 7万块左右吧 7万块左右 在这个片区算很便宜的 后面面积有多大 其实房产镇上是只有120多平方 但是大部分来过我家的人都觉得不止 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一堵电视墙 哦 这里是电视墙 这是电视墙 到这里整个这一条都是电视墙 我就把电视墙全部打掉了 然后用了大家做电视墙的那个钱 拿了一部电视机 听说了 我听说你的电视机10万块 现在20万现在 第二个涨价涨很厉害 它还会涨价 对 它会按照位置来移动 对对对对 它有设定好的位置 我的理念是如果是你一个常常用到的东西 那就多花一点钱好了 嗯 所以那一副就是价值上百万的名画了吗 对对对对对 近距离观赏一下 踩上去踩上去 我家真的是不脱鞋 我真的不脱鞋吗 真的不脱鞋 我好害怕呀 你给我录上来剪进去 最多了吗 所以这幅画的来由是 听说是您喝多了吗 对对对 这个艺术家去到他工作室的时候 是一个朋友介绍 然后去的时候 那个艺术家已经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了 当时其实并不贵十万块这样子买下来的吧 就是逛了逛十万块没了 然后后来过了两三年之后就艺术家很火 现在的作品价格应该是在百万以上 我很爱买古董类的东西 看出来了 这个价子 因为原来很多人农村家里会有 对这里是脸盆 脸盆 对的对对对 那我就做了一个亚克力的这个东西 我是为了不破坏它的样子 进门口就是放每天回家的钥匙手机 它是大概是道光年间的 一百多年的接近两百年的历史 有点不敢叫 对对对对 小心出现另外一个影响 你用这个跟其他的很现代的东西混搭在一起 还是有点特别的 对我喜欢动画片是那个七龙珠 就是这一挂的全部是七龙珠的老的书 对我刚刚就看到很多七龙珠的手办 龟爷爷的 对对对对对 这里的碟也都是关于电影的 一本大概是120张我记得 哇你有这么多本 所以有这么多本 这时候又会有很多人说 开放式架子不是很容易落灰吗 这个是我家比较略混乱的状态了 今天已经是略混乱了 因为一周来一次 你可以每一周叫它重点做一个区域 它可以很精度的保护 就不要每一次 就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这样子 所以因为你比较整洁之后 它其实什么托地扫地那些都很快就完成了 有道理 就是每一次打扫一个重点 那个是Moroso的沙发 但是我配的这个茶几是 在德国的保豪斯学院的市场上买了的 也就是也是2000块左右 这张沙发它是葡萄牙50年代的沙发 也是一张Vintage的 一共5000块 所以我都是平价和贵的东西混着混着 我觉得这样会有意思一点 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是很贵很值钱的 其实真的吗 你家会有宜家的东西吗 还真的有 真的有吗 我真的有 这样对宜家礼貌吗 宜家对不起 这小样牌好赞 你看它这里开了个槽 放了一些绿植 你看它楼上垂下来的三角梅多好看 这个是一个折叠过来的吗 它可以完全打开 对 它的这个墙大概是隔到就是这个窗户这里的 所以这个是餐厅就黑黑的 然后我们就把洗手间往里退了一点 然后开了窗 然后希望那边有一点光线 可以到吃饭的这里来 因为这里是一道凉 所以我们有一把空调出风口跟灯做在这里 然后有一做了一个从天花到墙面的连接 第一保障的客厅的层高比较高 第二就这个区域好像还蛮有自己的区域感 就有一种隔断的感觉 你看它地板水墨石的一个拼接 这个跟阳台是同一个材料 其实这个对业主我觉得也蛮好的 就是你采购材料的时间会很短 也就是你看到我家其实主菜就用了两种 一个是这个一个木地板 对 就是你不用到处逛装修市场 然后去买 然后还要想搭配起来好不好看 原本那里是有一个小阳台 就是一个生活阳台 我觉得住进来 那天他们问我有什么区别 我就觉得好像在家花的时间会更多了 以前拿了电脑去星巴克加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也有几年是这样的 对 但是现在就会比较多的在家里面 一家人可能有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什么的 然后有个人可能坐在这里稍微加一下班 然后有个人可能在那做饭 我觉得连通的 就是家人相互是看得到 但是又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 这个很棒 你没用什么很花销的墙面 就是空间就是自然的外面树的影子 我觉得是漂亮的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就是 你的门框和门的颜色 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 中国大部分的金装修的房子 门框是蛮宽的 或者是说 会做一些花纹 就它那个老气是来自于门框跟门 但是其实你改户内的门和门框 要不了多少钱 是 这里也比较反映我的工作性质吧 就是这里是一个小的gallery 比如说像那一张就是那个 英国最贵的那个艺术家 达米安赫斯特的作品 当然这是他的版画作品 就没有那么贵 然后也有一些青年艺术家 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的作品 我也会把它买回来 然后旁边是一个民国的柜子 对它原来好像是用来装药的吧 它原本这个标签是自己加的吧 是我加的我加的 这个架子就是你加的 还蛮好用的 我家所有抽屉都贴了标签 就是很好 你看固定资产投资人计 人计是什么 通讯录吧 真的是朋友通讯录 真的是通讯录 这个事情还蛮奇妙的 如果你很多年突然想起一个人 然后没有联络 然后你也没有他的微信了 找到他一个号码 如果你试试看 联络上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 好神奇 还蛮奇妙的 这个话题很上岁数 就是很年纪大的人才有这种感慨 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些人陪你走一段 然后就走散了 可是当你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你发现你有一东西是可以捡回来 我觉得比你在得到还厉害 这个是一体盘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地方 我刚刚讲 我其实把洗手间让了一截给那个 然后我就想淋浴房 要保持一定的宽度 所以最后就这个部分 它就不能特别大 当然我们就买了这种一体的 淋浴间你是做一个可以做的位置 对对对 家里有老人 就是他如果年纪大了 他有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 这个他就是放纸巾的吗 然后里面是备用纸巾 就是他可以放杂志放手机也可以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他就一定有很多毛巾架 然后这个纸巾架 我觉得不一定 它不同的形式 在这里可能是一个家具的形式 在这间屋是一个罐子的形式 一物多用 对自己喜欢就好 对对对对 你的床头是做成了这样一体的 买这个床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是量好这个尺寸 然后做这个空间吗 你先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直接去选 对直接去选的 这个好 我喜欢你的台本 有点酷 对 它是不就刚刚感觉的 整个看起来是很精致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花瓶 然后这个灯打在这儿 正好树叶会有影子 哇 我就是被这里吸引的 就是有一面有颜色 就是说这个灰绿色 那天我家人还问我说 你当时为什么买这么低楼层呢 我说我当时站在这里的时候 看到外面的这个树影 然后其实也挺好的 因为这个树正好到 差不多到树罐的位置了 它又没有遮得很黑 就打开窗好像还能摸得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弧形的位置 然后它这里是打通了 然后就全做了这个飘台出来 这个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吗 7点起床 对8点早前9点到办公室了 然后晚上9点健身或者是跑步 运动 坚持每一天都运动吗 隔天运动吧 身材保持真的很好了 谢谢 对于同龄人来讲 这个后缀太伤人了 很伤人吗 我们明明是要跟20岁的人比的 你内心中觉得多大的房子就OK了 我其实觉得就这么大吧 就是真的觉得一个人越到年长也好 或者是越到经济越好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可以消耗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就是你睡觉其实就需要那么大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给我20平方 我把它搞得很漂亮 我每天回家我觉得也很棒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想传递的也是就 不一定房子要是你买的 或者不一定要多大 就是你有自己的个性 有你的审美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每天回家觉得真的是 让我开心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是现在房价蛮高的 我们公司很多年轻人 我也觉得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要住得好一点 对 这几个最大的房子是有多大 2000多平吧 2000多平 家吗 对家 他们几口人住啊 好像也就是两三口人 他们白天碰到面吗 他真的就是你在楼上叫都没有能在楼下听得到 对 你面对这么大的房子设计会更难吗 我觉得难是难在业主自己没有想法 你哪怕是80平方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弄 可是如果你有自己足够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不难 挺多业主家都在500平方以上的 有时候还觉得不够用 我觉得房子方正也OK 不方正呢 他如果漂亮我觉得也OK 因为漂亮有很多种 真的就像女生的漂亮一样 四四文文是漂亮 很健康的很活力的也是漂亮 就是我觉得这很多种 室内设计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对于屋主而言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帮屋主 就是用他的专业去建立一个很好的秩序 你能够综合考虑到各个实施点的因素 然后这个地方会不会拆完了有衡量 那个地方水管在那里 他怎么样能够巧妙的 然后给主人一个基础的底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部分的业主 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业主还是要详心设计师 他有一定的专业的素养 但设计师我觉得自我不要太大了 就是不要老是想要去表达 我自己想要表达的 我认为美的东西 而是你用你的专业去帮业主 当然呈现的东西 最后他是有品质感的 有美感的 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师的职责吧 就是大家对设计价值的认可和愿意付费 还是蛮明显的 尤其是90年以后 90后之后的业主们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感觉到巨大的进步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需要设计师要有进步 设计师你要能够懂业主想要什么 你要懂一些更有趣的多元化的 更先进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然后你能够给业主一些真正的建议 你都平时会自己做什么 每天都一样就是清水煮牛肉跟青菜 妈呀你做成多人 你不喜欢吃火锅吗 一个月吃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你对自己要求延到这种程度 你可以有一天 那个在健身里面叫cheating day 就是你的身体 即使那天吃了 他也不会记得你那天吃了那些重油重盐的东西 所以呢你就有一天是可以这样子的 我天天都觉得我身体可能很记得